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这种失毒怎么造成呢 你看 什么人口腔口痒长得最多呀 就是经过放化疗的癌症状态 经过放化疗的人 他往往有时候满嘴的口腔口痒 肿的他都说不出话 吃什么都难受 为什么 因为他经过那样剧烈的治疗之后 抵抗力是全面的下降 当我们身体抵抗力 免疫力下降的时候 就会失毒发上来 就变成口腔口痒 所以往往你看 咱们平时我们普通人什么时候得 有的人是出差的时候 太劳累了就得 熬夜的时候 熬夜的时候得 还有出去 受了风寒以后 第二天起来 长一个口腔口痒 全部都是在什么 我们身体疲劳 抵抗力下降的时候 高级的时候 他就出来 着急的时候在舌头上长 舌头上 还不一样 一般是在抵抗力 抵抗力下降 疲劳 在嘴巴里面长 当你着急上火的时候 舌头上长 舌头上长 我们一会儿再讲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口腔口痒的一个发病机制 所以是特别注意 这个时候清热解毒 效果是不好的 要干嘛 去湿毒 好 我们看看用什么方法 茄子 通常呢 我们买回来这个茄子呢 茄子地那部分呢 大家很容易就给它 扔掉了 它是哪一部分呢 实际上呢 就是茄子啊 这里 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叫茄子地 但是呢 这部分呢 是可以做菜吃的 做菜吃也非常好 真正啊 哎呦 太可惜了 你如果用它做菜吃呢 非常香 它有蘑菇的味道 而且还能去湿毒 但如果我们说泡茶喝呢 用哪部分呢 用这个已经被揪掉的那部分 就是这部分很有肉头 肉头很厚啊 炒菜吃 就当香菇似的 非常好吃 就是那个病那一块 但是呢 这里有一部分 还有呢 上面有一部分 干的那个部分 这种饿片像花瓣似的 很干 没法吃的 用它泡茶喝 就别浪费了 这个泡茶经常调理 调理呢 一般是 如果经常发作 口腔口腔的人 可能你喝上半个月 到一个月 你会发现 发作就要减少了 起到什么作用 就是起到一个 去湿的作用 其实很简单 去湿收敛的 收敛作用 为什么 其实茄子和茄子地 是一段阴阳啊 茄子呢 是一个化的作用 对对对 所以身体呢 有血肿 它可以化的 对对对 但是茄子地呢 是一个收的作用 当我们身体有创口的时候 特别是溃阳面的时候 它帮助它收敛 收敛的同时 它去尸毒 所以呢 既收掉这个创口 又把尸毒去掉 防止它以后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种特别圆茄子 千万别让小孩生吃 生吃里边还有些毒素 对 这是能毒死人 对 所以它这个特有意思 这个东西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点 但是你要给它做不熟的话吧 难吃得很 那种难吃的味道 所以老北京讲究 吃圆茄子要先炸了以后 又凹 叫凹茄子 要凹好长时间 去那个味儿 而且一定记住 做茄子一定是要放蒜 蒜是可以解毒的 其实茄子是有小毒的 很多人不知道 还是生吃茄子 生吃茄子是容易 有对肠胃有刺激性 因为它的小毒嘛 对 所以我们做茄子的时候呢 第一是做熟 第二是放蒜 放蒜既解毒呢 又能够平衡它的寒性